恩语同路人 我们的嘉宾是李姓林牧师 在诗篇里面其实有几个原因 诗人他们在神面前呼求神要去听徒告 起码在摩山上他是无辜的 所以我在神面前祈求神神 你要听我们的徒告因为他是无辜的 由事发那一刻到入院中间这个过程 他是完全断了片 在这么多封代祷信里面 我们见到神的荣耀 不认识耶稣的 他愿意开放自己去认识耶稣 没有信仰的人或者是其他信仰的人 他拿着封代祷信 他愿意为有没有祈祷 这么多个月了 见到你是德荣耀 求你听我们的祈祷 诚邀请大家一起来收听 未来的恩语同路人